生产后致命危机 婴儿一岁前死亡达三成 产妇生完产之后还会有致命危机 美国疾病管制机遇防中心CDC研究发现 母亲们最致命的危机其实发生在婴儿出生后 且重大风险会持续一年 主要依据2017年至2019年1018例与妊娠相关的死亡数据 令人惊讶的是 有整整30%的死亡案例 其实是发生在婴儿一岁生日前的这个阶段 关键在于和心脏高血压 中风脱离不了关系 台湾医药记者蒋志伟说 美国疾病管制机遇防中心CDC研究发现 母亲最致命的危机其实发生在婴儿出生后 事实上2017至2019年美国36个州提供 1018例与妊娠相关死亡数据 约有三分之一的死亡案例 发生在怀孕期间或分娩当天 另外三分之一发生在婴儿六周大之前 值得注意的是 有30%的死亡案例 其实是发生在婴儿一岁前 台湾妇产医师王晨宇说 大家比较常知道的这个产后大出血 那其实产后大出血呢 不是只有生产当下会有 那其实是有延迟性的产后大出血 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再来就是说可能跟高血压相关 不管是子颠前症或是子颠症等等 这大家也非常耳熟能详 那再来就是说跟整个生产怀孕过程中 比如说可能有些感染 那造成一些败血症等等啊 台湾生殖科医师李军毅说 身体状况像产后子宫收缩 造成血压升高而引起中风 也就是我们所谓子颜前症 一种耗发在孕妇身上的高血压病症 也叫妊娠毒血症 以孕产妇肥胖 高龄或有家族史这些都要特别注意 台湾妇产科陈门斌医师说 有妈妈妊娠死亡的话 大概三分之二是在妈妈生完之后 所以其实怀孕生时最危险的不是分娩的那一天 而是她生完之后 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她的因为心脏血管还有血液会增加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所以会增加妈妈心脏血管的一个负担 等妈妈生完之后 她的血液量又恢复到原来正常状况 心脏又会再次受到挑战 最常被大家忽略就是妈妈心理健康 其中产后忧郁症影响最大 蒋志伟说 台湾产后忧郁症几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以数据推论每十位产妇就有五位陷入低潮 主因是孕产照护的重点太注重在宝宝身上 而非妈妈 李俊逸表示 心灵状态 向荷尔蒙变化导致情绪波动 并可能发展成更严重长期性的产后忧郁 CDC的数据显示是造成35%的新手妈妈 撑不下去的大宗原因 台湾妇产科装置及医师说 就是荷尔蒙的变化导致她情绪起伏也很大 还有这个这个要照顾新生命 那如果真有一些忧郁症体质的这个妈妈 她很容易在产后发生这个忧郁症问题 那根据统计 国内也有20%的这个妈妈 有这个产后忧郁症的发生 那产后忧郁症的话 严重的话也可能导致情绪低落 王晨宇说 最近学会蛮常在推广的 就是要预防血栓的部分 不管是下肢静脉栓色也好 进而影响到这个肺栓色的形成 这对妈妈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 蒋志伟补充说 临床也曾发现过妈妈生完之后 反而血压飙高 可能是子宫收缩心脏血管的变化 造成血压增加 陈文斌说 所以甚至有些妈妈会造成中风的也有可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荷尔蒙的变化 因为妈妈在怀孕还有生完之后 那荷尔蒙之间的差异性还有变化 造成她的情绪会波动 台湾妇产科医师庄志企说 对心脏的负担是很大的 那再加上产后 因为这个子宫的收缩 它容易发生高血压的问题 容易发生中风的问题啊 再加上一些这个血液的回流啊 它本来心脏的小问题会变得很严重 所以基本上在产后的这个妈妈 特别注意的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造成的 台湾生殖医学中心医师杨文锐说 有三分之一的妇女是在产后的六周之内死亡 那另外有三分之一的妇女竟然是在产后的一年之中死亡 所以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状况 那个就是产妇心脏的一个负荷 高血压还有中风会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孕妇在生产的一年内 她都是一个非常高的危险因子 必须要非常注意 李军已说 以台湾来说 孕产妇的死亡率超过日韩 甚至在世界排名第七是值得注重的课题 如何预防 建议在孕期中透过抽血检查 来做风险评估 医师强调产后孕妇若有不适 必须立刻回诊不可轻忽 另外也要定期量血压 饮食均衡 适度运动 避免过多劳累造成情绪压力 健康生活编辑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